时事大家谈 美国最近推出网络空间的国际战略 目的是确保互联网的繁荣安全与自由 那么为什么美国高度重视网络的安全和自由 网络安全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对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我们欢迎马里兰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助理教授 萨拉卡梅斯博士为大家解读 卡梅斯博士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美国不久前高调推出一份题为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这样一部法案 目的是要以法律形式来保证 互联网世界的繁荣安全和公开 那么这部法案的重点是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 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和互联网的安全和自由 那么请问美国为什么高度关注 这个网络安全和自由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您刚才所谈的这个政策呢 是希望能够取得一定的这种平衡 是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当中要取得平衡 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 希望能够在这两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公式的两边重要 都是同等重要之间的取得一个公正 因为一方面呢 它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言论自由啊 集社结社自由 新闻自由 能够交流新闻的这种重要性 可同时呢 又希望能够设立一定的这种界限来预防某些灾难 或者说每些某些犯罪行为 有些呢 可能是在网络里面会出现的犯罪行为 所以在这不同的层面 在个人 在社会 社区 或者是在全球社会的这个层面呢 都有不同的问题 希望能够在这个各个不同的层面呢 解决这些挑战 同时呢 又保护隐权 保护著作权 能够保护国家安全 还有国家经济 当然在这里的挑战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平衡 在这两个同样重要的 但同时有时候会交叉 或者是有冲突的这种价值上面 这就是自由和安全 这里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好的 自由和安全呢 您认为是美国面临的 美国互联网面临的两大挑战 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呢 在刚刚公布的这个 美国的关于互联网 自由和安全的这个政策方面 美国对安全呢 好像互联网的安全 网络安全呢 赋予了极高的重视 这部法案当中呢 也提出 就是说呢 美国如果遭遇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 美国有权采取包括外交 信息 经济 甚至军事 等一切必要的措施 进行反击 那么最近美国国防部呢 也明确表示 美国如果遭到重大的网络攻击 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 有些美国军官呢 甚至直言不讳的说 你用 你攻击我们的网络 我们有权利 用导弹来回应你 那么美国看来这样说呢 是一定有 有它的理由的 那么究竟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 究竟面临哪些严重的威胁 您看 我觉得尽管在这里谈的是 不同的威胁 国家安全的威胁 当然是最最重要的 急迫的一个威胁 当然您知道现在 有很多组织的 非常有 紧紧有条的一些 恐怖主义的这种组织 他们在这个互联网上 是非常有组织性的 来进行沟通交流 那么 美国当然是希望能够 保护自己的这种 网络安全 那在这里挑战就是 怎么样能够 再不 妨害个人的这种自由 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这种 这个问题上面来 同时又能够保护好 国家安全 刚才呢 这位国会议员 我们听到他讲的这个 他呢也是 我也是反对他讲的 那个爱国法案的 那因为在这里呢 非常重要要保护人的 这个隐私权 以及言论自由 那么在这里讲到的这种 外交 外交是非常重要 它是在各国家之间交流 能够加强合作伙伴观 那么这国防呢 刚才你讲到的 那就是要使用这种 武力的这种吓阻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条件符合 或者是有必要进采取 军事行动的话呢 那么 这种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三点 都是非常重要的 外交还有发展 还有国防 这些呢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 这些都是这个政策的 这个支柱 那刚才国防呢 刚才您也讲到 非常重要 而且是很敏感 因为很多国家呢 会说 那怎么样的一种威胁 你要动武呢 对在我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威胁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 贯彻落实这个政策 而同时呢 又能够保证说 能够保护 信息自由流动 言论自由 并且不干涉 个人的自由 或者不干涉 别国的这种 信息自由的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挑战 好的 那么除了网络 安全的问题之外呢 倡导互联网 公开和自由呢 也是美国网络空间 国际战略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国务卿 克林顿呢 不止一次的 在公开场合呢 倡导提出了 呼吁这个 要推动互联网的自由 推动互联网上的 信息流动 认为这对于美国的 这对于美国和全世界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建立民主和人权的 公民社会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 卡梅斯博士 为什么美国 这么热衷于倡导 互联网的公开与自由呢 我觉得它要推动 这个互联网的公开与自由呢 因为如果有这个 孤立的社会的话 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如果有 有孤立的这种社会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 更多的这种 这种独裁统治的空间 那么有的时候呢 专制的这种 政权 它可能和外部的世界 是孤立的 那么它可能可以自由的 来压迫它自己的人民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 阿拉伯世界 比如说像叙利亚 它呢 就是独裁制度呢 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很多年 他们都是 抑制自己国家人民的 言论的自由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一波又一波的 阿拉伯之春 来横扫整个阿拉伯地区 那这些很多国家呢 第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变化 这种转型 人民呢开始要 用自己的呼声 他们用英特网 用网络呢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来铺平道路 希望能够走向改革 民主以及人权发展的 这种道路 我觉得这个呢 应该是符合美国利益 也推动自由 以及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流动 等这些政策 在全世界推广这些政策 因为这个本身呢 就是一种保护 对于这些新的 民主国家的一些 发展的一种保护 好的 现在呢 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下面就 我们就来接听 他们的电话 首先是辽宁的于先生 辽宁于先生你好 辽宁的于先生 您在我们的节目中 于先生 好于先生 对不起 于先生的线路呢 可能是断了 欢迎您再打回来 于先生 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辽宁王先生你好 喂 您好主持人 您好 您好王先生 那个 我就是辽宁的一个农民 我们这里现在就是 中国的老百姓生不如死 就是说 死的人 有土地种 活着的人 没有地种 好的 辽宁的王先生 您可能呢 还是在 以为我们在讨论 我们上半场的内容 您的问题 我们听清楚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 是进行下半场节目的讨论 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是美国 关于网络安全和自由的 这个国际政策问题 互联网的问题 如果您有兴趣呢 您听一听再打电话回来 我们希望我们其他的这个 打电话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问题呢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 要弄清我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下一位听众是广东的罗先生 罗先生你好 你好罗先生 喂罗先生 广东的罗先生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 罗先生的线路断了 欢迎您再打回来 河北的吴先生 下一位 河北吴先生你好 请讲吴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讲 你好 美国说的网络自由 就是网络自由 他是这么一个个人的 不正美国的国家 就像中文一句话 他能杀人 就 老不正常点灯都不可以 这就发表我的 主要我的意见 河北的吴先生 我呢 没有太听清您的 您的话 不知道我们的翻译听清楚 没听清楚您的话 我知道 他说网络 他不是攻击别的国家吗 他不说的网络自由 他别的国家共同自由 他说中国人不是说一句话吗 美国人可以杀人 中国人点点都不可以 就是那句话 就等于他 他可以做的 他中国别的国家 好的 河北的吴先生 我们大概听清楚了您的问题 您似乎对美国 这个国社当中 这个政策当中 制定的那一条 就是说 如果美国遭受网络攻击 美国有权 采取包括军事行动的 所有手段进行反击 这样的一种说法 您感到不满 好的 明白您的这个看法 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你好 嗨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这个我在中国上网吧 就是说 我当我一上网的时候 反正我觉得 我的那套电脑的话 就是经常要受到攻击 就是说 我们讲那个美国的 那个网络攒量安全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那个美国 是搞电脑发源的 就是说你那个电脑吧 网络是应该是相当先进的 应该是突破中国的网络分锁 应该是很容易的 中国还是 应该说是美国的学生 再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的话 网络安全 受到威胁的时候的话 那肯定只要 比如说找种对象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要 采取军事报复 因为这个是 他能攻击到国家的安全 威胁到国家安全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您 湖北的张先生 刚才我们两位听众 好像是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特别是对 美国在网络空间政策的 当中表明 这项法案当中表明 一旦发生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 美国有权采取包括军事手段 在内的所有措施进行反击 我们中国听众和观众朋友 对此有不同的反应 您的回应 让我首先来回应一下 第一位听众所谈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议题 那就是说 自由是光是只是 对美国来讲的自由 还是其他国家也有自由 我觉得这个政策 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讲到了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 还谈到外交的重要性 外交在这里是要用于 有助于加强世界各个国家的 合作伙伴关系 那这个要让信息可以自由的流动 以及新闻可以在网络上 和互联网上自由流动 我想它的原则是要 支持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不光是在美国 而是在国际的 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讲到 互联网上的信息的自由流动 认为也是能够支持这个民主的 那这个是美国所支持的 另外第二个这个听众讲到 当然是更敏感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国防的这方面的政策 使用这个武力 那它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它条件是什么 那当然怎么是可以和 跟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这样的一种 在这个公式两边 要一方面能够保护这个自由 另一方面能够捍卫着安全 当然在这里留下很多的问号 那么这个听众当然讲的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担忧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 可能比较混淆的一种情形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 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好的 网络在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思想 推动人民抗议活动 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去年在伊朗的抗议活动 还有今年以来 中东和北非各地发生的人民抗议活动 我们都可以看到 脸谱和推特等 社交网络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对完全正确 如果你看看阿拉伯之春 或者是我们在中东 把它叫做阿拉伯的觉醒 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通过博客或者是推特 或者是用发短信等等 都可以在那个地区 爆发出一场这样的革命 能够在埃及 在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 巴林等等 都燃烧起了这样的一种 民主之火 这很有意思 看着他们什么又用这种新兴的这种媒体 用网络来为改革 为变革 为民主化的铺平道路 我也很高兴你刚才提到了伊朗 因为伊朗呢 它就是一个例子 它想要遏制推特 遏制这个推特革命 但是在伊朗呢 这是这个没有成功 它原来是想要阻挡信息的这种流动 那它指 他们呢 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是 并不是因为推特被这个封锁了 而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足够的组织 那我觉得这个世交民主的是有助的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要当地的民众 要自己自发的组织起来 这才是一个决定 它的革命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那么中国呢 您对中国目前互联网政策 您政府的互联网政策 您有何评论 另外呢 您觉得现在 就是社交网络 在传播自由民主 自由和民主思想这方面 在中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很好 我呢 以前呢 也做客过美国之音 当时呢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呢 就说 那么中国怎样 那 目前中国在这个言论自由 在英特网上还存在的这种 这种限制怎样 那我觉得我个人的 看法呢 是这种现象不可能永远存在 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时刻 这个世界各地都在变化 那么中国政府呢 迟早会一定要放松 这样的一种管制 一定要开放这个大门 让允许更多的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 因为我想中国的年轻人 现在也正要求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们现在呢 从听众这里呢 就可以听到很多这样的呼声 他们听众打电话来说 需要想要有更多的自由 希望能够自由地来发表自己的言论 我想迟早呢 中国政府呢 一定要倾听民众的呼声 也一定要放松 现在有的这种信息自由上面的一种管制 让他给他们一些喘息的空间 好的 我们现在电话线都满了 继续来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安徽的何先生 何先生你好 安徽何先生 您在我们节目中 何先生请讲 你好 我想请主持人和嘉宾 讲一讲 刚才民众来的节目 就启动讲 他呢 美国的 美国的 爱国 爱国法 爱国 爱国法 这个 这是第二个条目 你为什么现在又改了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是两位客人 两位嘉宾 分别谈两个不同的问题 上半场呢 我们请美国议员呢 谈的是 这个中国人权和美国人权 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下半场 我们今天请我们 马里兰大学的这个 国际传媒教授呢 谈互联网的安全与自由等问题 好的 安徽的何先生 如果您对我们第一场的 前一个前半场的问题感兴趣呢 以后我们还会 组织进行类似的讨论 希望您再打电话回来 下一位是山东的胡教授 山东 山东的胡先生 胡先生你好 山东胡先生你好 山东胡先生线路开来断了 下一位是内蒙的王先生 内蒙王先生 喂你好 你好王先生 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请讲 喂你好 我想发表一下 我感觉的话 像现在中国政府 它这个封锁消息的话 我感觉是起到一种示范 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比方说现在内蒙 和西林浩特发生的事情 它就是因为由于封锁了很多的消息 结果有很多事情 都是以讹传讹的那种 你看像前两天 像西林浩特这种 发生的这件事情 其实只不过是发生两起事件 死了两个人 但是因为封锁消息以后 传遍了很多 有人说死了三四个人 五六个人 最多有时候说是传到了 死了将近十几个人 我觉得中国政府来讲的话 对于这种 有这个 就是这些 发表的这些 那个互联网 这些消息来讲 还是应该采取一些 那种疏通的 疏通的那种方法来做 好的 要更多的人去了解真正的消息 好的 内蒙王先生 您先不要走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王先生 您在内蒙 我们知道内蒙呢 现在发生了 发生了一些群众抗议的 这样的事件 和官方引起了冲突 那么据报道呢 中国切断了互联网 部分切断了互联网 和手机方面的线路 那么内蒙的王先生 您在内蒙古 您给我们证实一下 有这样的事情吗 电信的 3G的网络 已经切断了 是这样的 因为他可能现在 而且手机上网 是前两天是上不了的 但是今天可以上 今天可以上了 前两天还上不了 但今天就可以上了 那么内蒙的王先生 我想再问一下 内蒙的局势 有所平静吗 现在 我感觉一时就挺平静的 现在没有说 在网上传说的 那种是特别混乱的 这种块 我感觉 我就在呼和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内蒙的王先生 内蒙王先生 刚才提出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呢 其实中国呢 中国政府 限制网络 有的时候呢 却 这个 自食恶果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抗议的 这个事情 本来问题可能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由于政府封锁消息 所以呢 人们往往容易 以讹传讹 甚至呢 传出消息 死了多少多少人 刚才王先生也证实 中国在内蒙古呢 在前几天 还实行了网络限制 和网络封锁 您的回应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议题来讨论 因为我们在埃及 也有非常相似的 这种局势 因为当时呢 政府呢 有一个礼拜呢 是切断了 英特网 在埃及的革命的 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礼拜的 时间切断了 同时呢 也是适得其反的 就好像刚才 这个听众所讲的一样 那他并没有阻止 这个抗议人士上街 正相反 他呢 可能是 因为人们呢 没有办法 在网上找到 他们的朋友了 或者同行了 那更多的人 上街去游行了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 时事大代言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 马里兰大学 国际传媒专业 助理教授 萨拉卡梅斯博士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 和观众的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 他们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同一时间里呢 我们请1989年 学运领袖柴玲 谈关于六四事件的反思 以及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 请记住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